HELLO 了世紀 天天都不清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拜登庭人對上柏柏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天空熊這一次是跟Hera打了三場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天空熊對上Hera的最後一場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這場選擇的文明是拜登庭人 拜登庭人擁有升級帝王世代最便宜價格的文明 而且天空熊他這個拜登庭的文明 是還有擁有血量加成的建築物 所以天空熊他這個文明其實在某些時刻裡也可以拿來TC爆 但我是覺得TC爆還是用佛斯會比較好 雖然有一些職業選手選擇拜登庭也會拿來TC爆 但是相當少見 拜登庭人他擁有最強大的起兵單位 拜登庭聖騎兵用抗騎士的傷害 也對級兵的額外增上有一些減免 而且拜登庭聖騎兵打步兵傷害非常的高 所以拜登庭聖騎兵他的傷害力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要成型是需要大量黃金跟資源的 拜登庭人除此之外他的垃圾兵 槍兵跟毛兵還有駱駝 都減免25%的價格 所以拜登庭人打垃圾兵戰術也是相當適合 那這場對決是對到伯伯人 伯伯人的話是比較常出這個八折 馬舟單位跟駱駝工兵 那天空熊的話可以大可使用自己的 25%折扣的駱駝進行反制 再搭配一些戰毛兵或是搭配槍弩 或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戰術選擇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伯伯人 伯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村民 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這個村民會有10%的移動速度加成 而且他的騎兵剛剛有提到是八折 所以不管是要打肉馬 或者是要打騎士駱駝 都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伯伯人最強大的還是他的寶兵 駱駝工兵 駱駝工兵是射敵方的馬工單位 時會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他也可以說算是蒙古圖技的克星 蒙古克星 伯伯人整體來說不會太差 也不會太強 應該說他是有點強 是有點偏強 在一些情況下 我是覺得他比蒙古還要強 伯伯人在海戰的表現也是蠻不錯的 畢竟他的海戰呢 是有這個戰艦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會更快的支援自己的船艦 好那我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封箭時代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中間的魚池其實沒有很多 這個大魚呢 只有大概三群 三群魚群就可以吃完了 那吃完之後就沒有籃口了 就拿到這裡去撒魚網 但撒魚網其實也不是很安全 也很容易被對方的工兵 或是生女招響掉 所以我是不太喜歡在中間這邊 搶奪魚群資源 但是不得不說 四季帝國捕魚的速度效率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個開局拉個兩村去捕魚 是打這張地圖的一個小小特殊配置 好那這邊天空小龍升到了封箭時代 應該會打戰艦 那先打戰艦的是HERA HERA這邊戰艦先按了一台出來 出的是火戰船 那這個地形出火戰船是相當適合 而且敗戰鐵人的火戰船 有10%的這個攻速加成 還是20%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的攻擊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互燒的情況下 天空熊應該是能燒得贏對手 燒不贏就... 很起來了 是25% 不是10%也不是20% 是25% 25%的火戰船攻擊速度能夠拿到優勢嗎 下面的肉碼跟槍兵互打了一下 這一艘火戰船一直在努力夾起來 夾起來的結果是天空熊拿下勝利 這艘戰艦被修了回來 漁船並沒有... 可以保護得起來 天空熊拿到了中間漁池的勝利 然後傳出了槍矛前壓 槍矛前壓也是半戰庭人 封建石大的一個大殺器 非常的難產 造價非常的便宜 量產起來相當容易 那HERA這邊是沒有投資太過多的火戰船 進行反擊 則是趕快轉出了戰毛兵 去反擊... 這個... 垃圾兵的戰術 剩一隻槍兵回頭收掉 那天空熊呢 這裡也沒有想要按太多的毛兵去進行反擊 趕快... 去... 點一下城堡時代升級 那HERA這邊呢 則是把家裡給圍好了 那這張地圖有個特點 稍微講一下 就是它這個邊邊角角 都有一點點這個石頭 每一點都是350屍 那兩撮石頭就可以蓋一棟城堡 那生物呢 都在地圖的四處 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那黃金的部分呢 則是會被這個樹木給包圍起來 所以一定要開一個伐木場在這裡 或是要蓋城市中心 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還有火戰船 燒到HERA的一些毛兵 很算不錯 天空熊在升級前 就補一些毛兵了 所以現在毛兵數量並沒有落後太多 往前點掉了幾隻數量 剩下四隻毛兵五隻 繼續往下走 這邊看到已經對手圍好了 龍血已經灑了非常的多 天空熊這邊反而是一片田都沒有散 不知道金雞會不會出現問題 這ROAD只有六個而已 然後HERA這邊有十二十一個 那如果天空熊這裡金雞那麼慘的話 轉若鎖可能會有斷兵的可能 但還是硬著頭皮按了一台這個 騎士 一台一隻 一隻騎士出來砍下毛兵 OK把毛兵給解掉了 HERA這邊則是拉了六隻村民 到了上方 來蓋這個伐木場 怎麼樣來把這裡的黃金給開採出來 這一撮黃金大概有 看一下 16.8K 哇 16800黃金 兩撮加起來就是32000 一般來說應該是一塊黃金 還來不及挖完就會結束了 所以要打到兩撮黃金挖完 是要打多久 好 這邊有下魚網 但HERA是直接拆掉了一個魚網 那天空熊的一艘魚船 沒有辦法做事 所以我不太喜歡在中間這裡補魚 也是這個原因 不要防守成本實在太高了 當然是如果能守下來的話 對經濟加成來說 還是有一個不錯的加成幅度 好 這邊招牆到一隻駱駝 還不錯 伯伯這裡也是轉出了駱駝反制 兩邊都有折扣的情況下 但天空熊折扣是更多一點 多了5% 那伯伯則是8折 但這個時期的伯伯人 他的馬就是15% 大概是85折 還沒到這個8折 好 果然HERA是用了老頭 去招牆這個兩艘魚船 這魚船果然被招牆掉了 好 那進入CD實踐的話 天空熊折扣就可以屆時 欸 你進CD 那我就要往前A了 好 這邊看到 進CD的老頭 應該是不會想要放過 往前壓 收掉一隻老頭 應該是沒有問題 再砍一刀 但是旁邊的駱駝傷害非常快速 三隻駱駝可以招得到嗎 一隻兩隻 第三隻 有機會嗎 喔有兩隻招牆掉 後面這隻老頭也解決掉了 天空熊這一波 算是完全勝利啊 雖然兩艘魚船被招走了 但是至少正面已經打贏了 那也解決掉了 HERA的兩隻僧侶 這裡有一隻喜事在偷砍僧侶 村民被砍掉了三隻 天空熊現在拿到三寸的優勢 那天空熊的TC閒置 反而是最多了 來到兩分鐘了 村民術並沒有拉開 反而是落後的 所以這就是從不斷村那麼重要 只要你村民一斷了之後 經濟就會被拉開了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的硬 非常的硬和 這邊修道院要再補一些老頭嗎 天空熊這邊是3TC開農 現在肉會比較缺乏 先轉一些僧侶繼續反擊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要找個機會 補下這個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唉唷 這邊已經有補下這個神聖思想 血量來到了45滴血 那HERA這邊呢 則是也是拉兩隻老頭過來 欸 招搶了這個火戰船 有一隻駱駝也被招搶掉 兩隻老頭直接暴斃 天空熊這裡並沒有馬上去按老頭 反而是 把這些黃金存了下來 繼續按駱駝 讓駱駝非常吃緊 已經為了按駱駝 按到自己斷村了 這邊把聖旅往後拉 聖旅被包夾掉一定可惜 再繼續往後 這一坨駱駝也要往裡面打 哇 這邊又抓掉了山村 天空熊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雖然聖旅被擊殺掉了很多隻 但自己也用駱駝反殺了回去 那邊都是用駱駝互相傷害 天空熊這邊的殺敵數來到了10殺 11殺 哇靠 天空熊的聖旅數突然反超 這隻聖旅能夠達到嗎 沒有辦法 即使抽進去 這裡想要出去 有辦法嗎 Ara讓天空熊這邊的駱駝 沒有辦法好好的出門 可能要被夾殺了 可能要被夾殺了 不過只能回頭打了吧 拉著一隻駱駝 最後面打架 OK 前面再吃兩隻駱駝 那就不會太差了 這個結果 這邊想要繼續圍 這隻殘血的村民沒有想要收掉 往後拉走 說沒有了 但前方又有駱駝過來 Ara現在一直被 前後的駱駝夾擊 天空熊的村民閒置 已經來到快要7分鐘了 所以即使 砍掉這麼多村民喔 但是村民卻沒有領先 Ara這邊的村民宿 還是64村 感覺剛剛多安幾隻老頭 防守會更好 畢竟已經肉太虛了 好 這個 火戰船打不到 就在邊邊角角 貼不到 這一定要用僧侶 去招搶這個火戰船 好 天空熊補下槍兵的升級 畢竟垃圾兵 也是拜登庭人的 最佳武器之一 好 天空熊補下槍兵 那打上伯伯人 霸正庭聖騎兵的出場機率 可能會比較偏低一點 畢竟後期一定會有看到 伯伯的駱駝工兵出來 本身 霸正庭聖騎兵 是很害怕工兵單位的 不管是遇到強弩 或是遇到馬弓 都會非常難打 而且駱駝工兵的傷害 真的比一般的馬弓 傷害更高了一點 所以伯伯人 在這方面來說 對打伯伯人的話 只要伯伯人沒有轉出 垃圾大軍 跟伯伯人互打 可能都還行 但是如果天空熊 真的轉出垃圾大兵的話 會有一個主動權 不夠主動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 用垃圾兵去暴打對方 但是對方 卻有可能用駱駝工兵 或駱駝 夾擠你的村民 打出一個破口來 多可能的 天空熊這邊用了一隻 生旅遭翔 轉出了槍兵 槍兵數量非常多 最後邊駱駝 再一次騷擾到了 HERA村民 HERA這邊的黃金礦村民 被砍到非常多隻 直接往左邊跑 但是還是死了一些村民樹 村民樹下降之只剩78隻 但天空熊也只有79隻而已 而且HERA這邊的生旅遭翔 非常非常的多 來到六隻生旅在招翔 哇 一直招一直爽耶 OK招翔的結果是 招到大概四到五隻的駱駝 但是現在HERA的駱駝數量 是明顯劣勢的 這邊先優先點下攻擊力 OK HERA這邊細節有打滿 攻擊力先點 裝甲部分並沒有先補 最後就是細節 職業冠軍 全世界冠軍的細節 都是打好打滿的 這邊直接硬吃 把這些駱駝給吃掉了 現在天空熊駱駝上的數量有劣勢 而且木頭一點爆掉了 1000多木頭 這木頭量有點過多了 但是駱駝還是想要繼續進發 想要去騷擾HERA家裡 讓對方一直沒有辦法接觸到自己家裡的陣地就行了 現在天空熊的想法就是 要把自己的駱駝一直往敵方家裡送 讓對方盡可能不要來攻擊自己 然後趕快農上去帝王時代 畢竟自己的升級帝王時代 這個資源量已經差不多可以點了 黃金不太夠 現在黃金還沒挖穿 現在HERA這邊是黃金已經開挖了 但天空熊這邊木頭有點太慢開採了 所以造成這一挖黃金時間編滿 現在有點斷黃金喔 帝王時代點不上去 OK 買賣一下資源 還是等下聖物的黃金點上去了 好像是等這個聖物上去的樣子 OK 點下帝王時代 但是黃金還是有問題 先轉出槍兵來應對對方的駱駝 是OK的 但是伯伯仁的駱駝工兵也成型喔 開始慢慢亮閃起來 還不算成型阿 就是慢慢量產出來 那駱駝工兵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一開始天生就是7點傷害了 所以打蒙古無界山是非常高的 好 這邊駱駝第一時間抓到後方老頭的數量 老頭只剩下少量的3隻 前方駱駝打掉的一些數量 駱駝工兵數量還是保持著 大約還有6隻左右 5隻而已 OK 老頭再放出來繼續補一下血 這一波打起來天空熊還算是... 不算虧喔 因為有收掉3隻老頭左右 而且大量駱駝也是被長槍兵給戳掉 這波交換讓自己爭取到一些時間 可以蓋根城堡在這個位置 但離了黃金礦有點遠 這個我不太喜歡這樣子的黃金距離 城堡只能守到這個邊邊角角 但好處是你可以守到更大規模的面積 敵人會過來這個面積範圍 你可以守得更高 但如果人家繞背過來的話 就完全防不住了 好 天空熊這一次點到了地獄師大概還有30秒 Hera這邊才正要升級上去 這裡用一坨駱駝兵過來看一下 看一下弗里斯賣什麼藥 結果撞到了駱駝損失了兩隻單位 後面駱駝趕快又來救一下 駱駝召翔有機會召得到喔 結果插一下 很可惜沒有召翔成功 Hera這邊是繼續給天空熊壓力 天空熊的壓力也是有在給對方 槍兵來到了522隻 槍兵數量 用垃圾兵去騷擾對手 我覺得蠻特別的 當然天空熊用垃圾兵騷擾 Hera是無動於衷 你用槍兵慢慢抽也沒關係 等下拉個抽名來輸一下馬座 火頭弓兵過來解一下這裡的 長槍兵 那駱駝弓兵比較可惜的東西是 他並沒有安息人戰士 所以遠距離防禦率會稍微低一些些 而且打這些長槍兵也沒有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解槍兵路線的話會稍微弱了一些 比一般馬蜂相比的話 這邊撤掉這隻駱駝 左邊這些槍兵沒有去往前 先往後拉 等一下裡面的裝甲衝車 空熊想要直接一波帶走Hera 用槍兵路線直接都更 有機會嗎 黃金洞開採出來 哇 終於有黃金可以用了 天空熊應該很痛苦 這邊也可以考慮趕快去挖還是好 左右兩邊先開攻會比較好嗎 好 這邊頂掉了一個馬就 好 後方有一坨駱駝走了過來 天空熊家裡的槍兵看到 好 通通開始往前 但駱駝兵現在要解掉非常困難 槍兵戳到了幾刀 成效還不錯 好 OK 繼續往前頂 頂掉了這棟房子 利用賽還有25秒 好 去頂 兩台均勻投司機開始工程 後面的城堡會有點危險 但天空熊後方的金礦值 直接被駱駝鬧了一波 但問題不大 剩下少量駱駝而已了 但還是被騷擾到了一些村民 但現在被騷擾更嚴重的是 薄薄這裡阿 Ara這邊按了非常多的軍營 難道是要轉步兵了嗎 這個肉量跟黃金可以轉步兵喔 要不要轉個長劍兵 長劍兵完升級下去了 裝甲步兵 升級上去長劍兵 打回雙手劍兵 劍勇也有可能會出來嗎 薄薄人的步兵系唯一的弱點就是沒有軟甲 但是遇到敗戰艇沒有打工兵的情況下 這個沒有軟甲技術其實問題不大 而且這裡後面還有駱駝工兵 可以加以支持 好 天空熊這一波的垃圾大軍 給黑拉的壓力非常大 而且黑拉這邊有細節喔 升到地獄時代沒有先點三攻 也沒有點這個化學 並沒有先把駱駝科技先點上去 而是先把所有的資源投資在步兵身上 後面有大概八個軍營 雙手劍兵還有一下下20秒才會升級好 但是天空熊的駱駝已經飢渴了 沒事 已經貼了上去 這邊駱駝工兵還有來到20隻 前方的長劍兵 直接砍爆了大量長槍兵 地上的長槍兵直接被長劍兵剁成白癡 躺在地上抽了 啊 槍兵是打不贏長劍兵的 好 天空熊想要給黑拉更多的壓力 看起來就失敗了 喔 這邊支援量可以點劍兵勇士囉 我覺得可以直接升劍勇 要不要點下劍勇喔 伯伯 有啦 想一下 你考慮一下 這邊劍勇上去 會很爽耶 27隻雙手劍兵變劍勇 威力非常的OP 而且三攻三防都有了 好劍勇附身嗎 哇 先升三級色化學 哇 果然沒有先升喔 好 那伯伯看到上方有駱駝 再去救一下 用自己的雙手劍兵 拆掉了野外這些建築物 那民兵系呢 是拆建築物會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拆家來說 也可以手撕城堡也沒有問題 只要數量夠多的話 快速拆一拆是沒問題的 好 後方繼續蓋城堡 現在黑拉一個一個採礦地 把這些石頭慢慢開採起來 來量產自己的城堡 開始量產駱駝弓兵 這些駱駝弓兵 開始打駱駝有點傷害囉 雖然有三級的馬卡 但是駱駝本身是沒有 遠距離防禦力的 是0加4 所以被弓箭射還是會非常痛 那半戰艇人要打駱駝弓兵 最好的方法 還是只有用這個戰毛兵 或者是強摩 進行反擊會比較好 但是戰毛的 抵抗能力不是這麼的優秀 畢竟攻擊速度比較慢 而且很容易被對方的 漏馬 或者是重裝騎士駱駝 可以反制回去 還有這個 劍兵勇士 唉唷 這升級上去了 果然還是要升劍勇 好 天空熊這一波溜得不錯 砍到了非常多隻的村民 駱駝弓兵過來 貼到了天空熊的射箭場 還有軍營 還補下精銳的三級 HERA直接提升上去 8加4的傷害 劍兵有事 2、3、11隻 很有節奏性的 把建築物給拆掉了 下面再補一根城堡 想要控制HERA的金礦 他可能覺得 HERA可能要斷金之類 但這塊黃金還有1萬塊黃金可以挖 也許他也只是想要先控制這塊黃金 然後開始變成前哨戰進攻 天空熊這邊大量的步兵 加上肉馬 往前推進 唉唷 這邊大量步兵是HERA的 並不是天空熊的 好啦 這一波貼上去 並沒有打出優勢來 這麼大坨的兵 也一定要用拜登庭聖騎兵去解 他可以解得掉 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拜登庭聖騎兵 雖然打步兵傷害很高 但是 不太耐扛箭矢 所以被箭矢射 可龍被爆血一波 OK 生物被砍出了 來 HERA現在只有大量軍隊 沒有帶任何的工程器 好 右邊再留了一頭洛馬過來 下方 把這些瓦斯特村民給抓掉 好 但HERA並沒有直接衝擊農田地帶 打的還是偏小心的 好 天空熊再整個一波 八代子聖騎兵 好 終於要來守司城鎮中心了 後面的八代子聖騎兵加上駱駝 能夠解掉這一波嗎 下兩邊交戰 後面拉雷子聖騎兵到後方攻擊駱駝公兵 前方使用大量八代子聖騎兵進行攻擊 想要貼掉前方的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血量掉得非常快 八代子聖騎兵的傷害非常高 而且八代子聖騎兵還不是精銳的 一般的八代子聖騎兵直接包掉了這一坨劍兵勇士 NICE 天空熊這波包得非常漂亮啊 好 龍天再復更一下 這時候伯伯已經轉出大洛馬升級 而且馬卡也提升了上去 好 最後是由天空熊 以少量的騎兵活了下來顯勝 但是天空熊這時候突然打出了聚聚 好奇怪啊 這個時候投降 可能是認為對方 分數贏他太多了吧 四千四五千分 他根本就在繼續打下去 只是在脫台前也說不定 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心態也會多多少少雜力一點 後期的伯伯的駱駝弓兵 真的是很難解 就算不是駱駝弓兵 爆出大量的馬就 打這個大量駱駝 或是打這個重裝騎士或是馬爆 也會讓天空熊有點吃不消 天空熊這邊的城鎮中心的閒置是蠻多的 在前期的部分 後期城鎮中心的閒置是正常的 畢竟後期並不會有人再去補村民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HERA拿到了大概1萬3的資源勝利 軍事則是拿到1.66的KD 天空熊的KD值是有點偏殘 雖然前線使用大量槍兵 戳爆了大量的駱駝 也讓HERA損失了移動城鎮中心 但是後方HERA轉出劍兵 這個雙手劍兵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但HERA讓天空熊的槍兵策略 直接告吹 後面再轉出露駝兵 加上劍兵勇斯砍個一波 把天空熊砍得稀巴爛 然後天空熊為了解這一波 也耗費了大量資源去防守 防守結果是HERA還有擁有4000多肉 隨時也可以轉出更大量的騎兵去進行反擊 所以後續的交換可能會讓天空熊吃不消 所以先是打出了GG也是說不定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選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